牽制一壘 結果這個球最後是跑到外野去 先過了二壘之後還要繼續往三壘衝 最後林智晨為了要接球 其實整個人也栽在人身上 陳江河在回分的情況下 跟鼓手正面中 如果再受傷 那時候要再換人了喔 這個就是那天拿冠軍這個印象非常深刻 雖然我不知道我在哪裡 我不知道我人在哪裡 但是我印象是蠻深刻的 這一天 晚上睡覺是 笑著入睡 賽前來到這邊第一個就是 防務室的設定 我必須掌握到選手的狀況之後 全部整理好 跟教練團報備或調度這樣 賽中就是場邊的防務 可能球員的一舉一動 他可能有一些狀況 有狀況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出動 人家有被丟到 他馬上要做出動 然後做一些運動變動 怎麼樣更快 進一塊可以到運動場上 賽後的話就是讓他舒緩 今天整個比賽所產生的一些疲勞 然後讓他回去好好休息 在全新的身體準備明天的比賽 棒球比賽比較像是個大隊接力 我做完了交接給你 你做完了交接給他 收集了選手狀況之後 我就報告給大家 一個一個講 講完之後 你有哪些人是可以跑不能打 哪些人是可以打不能跑 把這些狀況包括給教練團之後 我們就是剩下stand by 我們可以感受到 每個選手想要在這個舞台 發光發的那個企圖心 有的是很有企圖心的 可是他努力到一個出身球 啪 哇 斷掉了 如果我們今天也可以打進冠軍戰 他就是不能打了 他就會很沮喪 就是幫助他怎麼樣 趕快健康地回到場上 越快越好 健康的 而不是 赤子洞下就讓他上去 這個啊 這個是 我兒子去參加 那我去參加我兒子的化妝舞會 他們幼稚園會舉辦 然後我就問他他想辦什麼 然後 我以為他想要辦紫住人 鋼鐵人 可是他跟我說他想要辦一個紅綠燈 我們就用紙箱啊 做一個紅綠燈 然後把他臉上塗紅紅的這樣 對啊 就是很特別的回憶啦 因為我很少參與小朋友的活動 但是就是我老婆也常跟我講說 他全家屋都沒有爸爸的照片在裡面 還是沒辦法 這個工作就是這樣 對 最童哥 對 最童哥 對 最童哥 好 好 這樣 我要打到頭 可以 沒頭嗎 我幫我們兩個看一下出來了 來 紅綠燈 慢一點 慢一點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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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腳就好了 不要躺喔 不要躺喔 看一下伸展 我們團隊辦的角色比較像媽媽 因為一直在守候他媽媽 守候他們 然後就是 欸 你有狀況 我們就是走過去 你有情緒我們在旁邊等 然後你低潮我們陪你走 那有時候 這樣 他們遇到一些壓力 也會找我們 做一些親屬的對象 對吧 從2010年到現在2019年 有的離開了 有的現在當精神 你就有的即將當教練 陳瑞昌啊 他是我見兄弟以來 我第一次 第一個選手包的腳 我第一次包他的腳 包了40分鐘 對啊 他就說 我受不了啦 我受不了 可不可以換了 可不可以換了 你看這恰哥 很年輕的恰哥 我希望我的防衛員 可以創造他們的歷史 他跟現在年輕選的歷史 球隊如果因為他們的努力 拿到一個冠軍 就是他們的歷史 他們的合力 他們會永遠記在心 他們 恢復到最佳動態 然後上去好好表現 對啊 就讓他發光發熱啊 我不是在這邊發光發熱的啊 我蠻喜歡的一份工作啊 我蠻喜歡的一份工作啊 那就認真 有必把它做好嗎